气象局今天凌晨2点30分 同步发布了莲花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屏东及高雄地区要严加戒备 并且严防强风豪雨 再次提醒听众朋友 从今年起 只要是发布陆上台风警报 气象局会在上午的11点40分 和下午的5点40分两场记者会 同步提供首语翻译 请听众朋友多加利用 做好防台万全准备 今天的白天的部分 主要受到一些外围云系的影响 所以台湾地区的天气还是不太稳定 特别是在花莲以南跟嘉义以南 气象局已经发布了豪雨特报 尤其是在南端像屏东 台东以及恒春半岛一带 气象局甚至已经发布到大豪雨冷局 台风离台湾地区最近的时间 均落在今天的邦晚 一直到明天的上半天 受到台风反流的影响 我们预计下雨的情况 除了在台东、屏东以及恒春半岛之外 台湾的西南特地区也要特别要注意 另外有一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就是 虽然台风是一个轻度台风 不过现在在鹅卵比以及小琉球海域的浪高 已经有观测到三到四米的浪高 一般移近台湾海峡南部的台风 对台湾的小琉球、西南部以及恒春、鹅卵比海域的话 这个浪高都会特别的明显 也不排除会有超过五到六米的浪高 所以要提醒大家在这段时间 应该要尽量避免从事海上活动